前不久,随着一条消息的出现,瞬间引起了我国人民的强烈关注。 我国用一铁路的成功修建,不仅可以改善西藏地区交通落后的现状,而且还拉动了那里的经济发展。 但是在印度知道这条消息之后,他们却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那么,我国为何要修建这条铁路?这跟印度又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条铁路呢,就是位于中国西藏自治区内的拉林铁路。 它是连接拉萨市和林芝市的国铁一级单线电气化铁路,更是川藏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在2021年6月25日,拉林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然而,印度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们的态度却十分的消极。 大家是不是会有疑问? 我国修建铁路跟印度有什么关系? 他们态度转变为什么会这么大? 在之前的文章里面,我们都提到过, 我国在雅鲁藏木江的上游,而雅鲁藏木江还流经印度。 印度觉得我国在川藏地区修建铁路的话,会影响到他们国家的用水。 因为之前雅鲁藏木江曾发生过一件事情,给印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2000年的时候,雅鲁藏木江的支流, 义拱藏木江峡谷经常会发生山体滑坡等问题。 由于海拔落差的原因,义拱藏木江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湖,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就发生了溃坝的现象。 而这就会影响到河流下游地区,大量的湖水都流到了印度, 使他们国家出现了许多伤亡人员, 而且也造成了非常大的经济损失。 所以印度就担心,要是我国在这里修建铁路的话, 会不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因为拉临铁路是围绕着喜马拉雅山脉的, 而在这途中会多次经过雅鲁藏木江, 其实令他们消极的还有其他的原因。 我们等一下再讲, 现在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拉临铁路吧。 早在2004年的时候, 中国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审议通过, 就开始了拟建林芝到拉萨, 再到日喀泽的铁路。 这期间经过了四年的时间, 我国拟建了拉萨到林芝的铁路, 紧接着就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我国的技术人员开始实地考察, 勘测铁路站点的地址以及线路的走向。 经过前期的勘查之后, 在2014年的时候, 拉临铁路正式动工建设。 这条铁路也被人们说是最危险的铁路, 因为在修建这条铁路的过程中, 我国的工程人员遇到了非常多的难题。 拉临铁路起于协戎站, 然后利用拉热铁路接入拉萨站以及拉萨南站, 紧接着顺着拉萨河而下, 途中跨越鸦路藏布江, 到达林芝站。 我国给这条铁路设计的时速为160千米。 铁路沿线则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 这个位置可是我国地桥运动最强烈的地区之一。 拉临铁路途中经过的地区, 那里的地质环境非常复杂, 特别是亚鲁藏布江, 它位于印度洋板块和亚乌板块的交界处。 在这样的地理位置下, 板块之间的地桥运动是比较激烈的, 有的时候会发生地震, 而且这片区域的内部 还有着各种沉积岩, 岩浆岩以及变质岩, 那就会使岩石堆积层既松散又复杂。 岩浆岩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也讲过, 不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视频。 不仅如此, 还有锻炼、分塌、滑坡等各种问题, 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出现事故, 严重的话还会威胁到我国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 这些问题都会对铁路的修建造成巨大的影响。 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们, 面对这样的情况也只能退避三舍。 尽量避开在这样的地理环境施工, 对于山的话, 我们可以绕山而行, 那么沙漠是不可以的, 青藏高原是有沙漠的, 沙漠地区的气候可讲而知了, 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是干旱少雨的。 而这一时, 青藏高原的沙漠存在着大量的流动沙丘。 沙子的移动对于铁路来说, 那可是致命性的伤害啊。 沙子的迁移会对铁路造成风势, 还有沙埋等危害。 而我国的施工人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也是做了非常多的试验, 最后想出了解决办法。 他们先用网把周围的沙子兜住,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沙子不可以随意流动。 然后施工人员在铁路的周围, 种下许多沙漠中常有的一些植物, 这样的话, 可以通过种下的植物, 使沙子稳定下来, 然后避免沙子带给铁路的轻植。 同时, 对于沙漠这样的性质, 我国的施工团队还提出了两个工作建议。 首先就是, 继续展开对高原沙漠风沙运动的特征性监测。 其次呢, 就是要对风沙开展长期的定位以及观察, 这样才能保障铁路的安全性。 而在铁路的修建过程中, 最困难的应该是这里的高海拔了。 之前我们在青藏铁路的视频里也讲到过的, 拉宁铁路途中跨越了钢底斯山, 与面青唐姑拉山、喜马拉雅山之间的藏南谷地, 从而90%以上的铁路都修建在海拔达3000多米的高原上。 高原地区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 那里的空气是非常稀薄的, 而空气中的含氧量也仅仅只有21%左右。 那么,我们的施工人员要是在这里施工的话, 就会面对氧气稀缺的情况。 通俗点说,就是会出现缺氧的现象, 情况轻的话会头晕目眩, 而要是严重的话就会感觉到四肢无力。 拉宁铁路沿途有高山又有古壁, 这就导致海拔落差足足有2500米之多。 海拔落差大的这一问题, 直接把施工难度提高了一大截。 我国的施工团队, 为了减少海拔的问题, 决定开山修建隧道。 八余隧道就是修建铁路时所开凿的。 这条隧道是拉临铁路沿线的一个重点工程, 而且它还被列为一级高风险隧道。 这条隧道的施工过程, 在世界隧道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八余隧道震动的全长有13073米, 而最大的深埋度达到了2080米。 在这之中, 有94%都位于岩豹区。 一般的岩豹持续时间就达到了2到6个小时。 而最后一层岩豹持续时间超过了一周, 甚至还很有可能在岩豹发生几个月, 之后还会有第二次岩豹。 因此, 八余隧道也被称为世界上岩豹最强的高原铁路隧道之一。 在2019年的时候, 八余隧道才得以全线贯通。 而在拉临铁路的修建过程中, 还有很多其他的隧道开凿, 比如桑珠岭隧道、 贡多顶隧道以及令达拿隧道。 从这些隧道中也可以看出拉临铁路的修建难度了。 除此之外, 我国还在拉临铁路的全线设置了34座站台, 还有11座变电站, 23个供电壁。 这样一来, 拉临铁路就可以实现智能化了。 其全线牵引变电锁采用的无人之手, 加上远动控制系统, 内装有智能化的摄像头, 可以24小时全自动巡检所有仪表设备。 如果发现有异常情况的话, 那么就会及时预警监视员。 我们的施工人员在修建铁路的时候, 尽管遇到各种难题, 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不懈。 在2021年6月25日的时候, 拉临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印度态度消极的另一个原因了。 在我国修建铁路的时候, 印度也决定要修建铁路, 他们那里的基础设施是非常薄弱的, 就算是在喜马拉雅山脉最常见的地方, 他们的施工团队也是去不了的。 印度在铁路这一方面, 跟我国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1910年的时候, 印度的铁路里程有6万公里, 而当时的中国只有0.9万公里。 印度在2010年的时候, 铁路也就只有6.3万公里。 随着我国的发展, 到了2013年的时候, 我国的铁路里程就达到了10万公里。 不管是铁路性能方面, 还是修建速度方面, 印度是无法和我国比较的。 所以自然而然, 在我国修建完这条铁路的时候, 印度肯定是脸色都不好了。 而拉铃铁路的修建, 将会完善和优化西藏地区铁路网的布局和规划, 把西藏地区的交通带上了更高的台阶。 灵芝也会结束不同铁路的历史, 拉铃铁路也将会构成一条世界级的景观长廊, 不仅能够促进沿线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 还能够将这些资源向外拓展。 向东边的话, 可以通过川藏铁路进而连接成都枢纽, 而要是往北可以通过青藏铁路连接青海湖, 昆仑山以及长江源等景点, 那么向西延伸的话, 就可以连接拉日铁路到达珠穆拉玛峰等景点, 这也会形成黄金旅游带, 从而吸引更多的人们前往西部观光旅游, 这样一来就会带动西藏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也会为这里沿线地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最后我们也不能忘了在恶劣环境下还坚持不懈的施工人员们, 拉铃铁路的修建离不开他们的努力, 而他们身上的那种遇到困难不退缩的精神,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记得长按点赞, 大家还可以在评论区互相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